当爱情在二十八岁的这个夏季降临时 孟克满心喜悦 但苦恼也随之而来 自己的嘴怎么办呢 他是否会成为这来之不易的情感的障碍 孟克的女友对于孟克的勤劳 朴实包括长相全都很中意 可孟克嘴上的残缺让他也非常犹豫 而姑娘的家人知道了他们的事以后 态度同样显得很矛盾 一切的问题都出自孟克嘴里的残缺 只有手术治疗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孟克的姐姐和姐夫本来就打算要给弟弟治病 现在更加有动力 他们拼命攒钱 想要看到弟弟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庭 但是家里的积蓄离给孟克看病还差得远 孟克的姐姐和姐夫感到很焦虑 难道孟克的第一次兰之不易的恋爱之火 就要在疾病和贫困的摧残下渐渐熄灭吗 孟克28岁和他的命运相似的阿木古楠也26了 纯恶劣这种疾病让这两个小伙子的人生充满了不幸 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没有得到发展自己的机会 甚至没有爱情 生活如果就这样在困境当中度过 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也没有什么光明的未来了 这一切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吗 就在两个人都在陷入苦恼的时候 有一个人带来一个消息 让他们的心里重新点燃了希望 苏尼特又齐有一位热心人名叫布何 他无意当中听说 内蒙古赤峰市好像有个慈善项目 能够治疗纯恶劣 后来这个偶然在赤峰蒙影界时台的这个新闻 在新闻上说这个全国慈善总会前头的 有一个卫校列车 就是存恶劣这个小伙伴加免费的治疗 当时听说以后非常高兴 就突然想起这个孩子 能够免费治疗纯恶劣 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布何难以置信 他赶紧向新闻中说的解放军赤峰医院打听 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真的有这个项目 它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微笑列车项目 专门为贫困患者免费做醇恶劣手术 布何急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阿木古愣和孟克两家 生活的幸福也太好了 嗯 大丈夫吗 感谢观看